未到佛誕 舉行太平清照的北帝廟 已經香火鼎盛 不過以往兩項重頭戲飄飾巡遊 和長包山 連續第二年取消 用來製製的三座包山 亦都大縮水 唯一繼續的 是神功戲表演 但是限制入場人數 亦都要素描安心出行 很失望 這兩年 這是一個非蜜質文化遺產 每年都很多人來 差不多是太平清照 現在獅子又沒有 麒麟又沒有 不能讓人遊遊遊街 都沒有了 三萬多人 我現在算是一萬多人是最多的 第一宗流入社區的變種病毒個案 即是印度裔男人曾經到訪長洲 令到遊客一度絕跡 現在總算人氣再延 獅子今年特別好賣 為甚麼呢 獅頭代表龍精苦慢 養養山山漫漫 但是無論賣平安包 還是出租度假屋 負責人都預計生意額會大減 做生意永遠都是這樣的 你經常看著 沒有生意沒有生意 有沒有生意也好 做的開心 吃的又開心 買的又開心 因為最重要是大家健康 我們其實都 老闆就說 今年的原材料 例如麵粉 糖 和餡料 都比往年貴了一成 在經營壓力之下 今年平安包要加價一元 賣十元一個 大會案傳統在佛誕翌日 沿街向公眾派發這些平安包 今年半斤飯 真的 今年真的很差 去年也說有三、四間 今年沒有人訂房 你不是假期 只有那天佛誕是假期 有些人上班 那些人免得下來